大家好 为小林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出大事了 这次真的是玩独子了 彻底脱钩 脱的是干干净净 一丝不夸 通商宽衣那都没得宽了 这是美国要跟你细胞子摊牌了 不是你细胞子要跟美国摊牌 就昨天人家马斯克说 不用稀土的 哎呀 整个中国从上到下 一脸懵逼 一脸惊讶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回事 怎么脱啊 怎么这个不用稀土啊 怎么可能 你都不知道吗 证明啊 证明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你现在还不发现吗 就国内我看一大堆的专家 一大堆小粉红 都不知道 哎呀这个他们吓唬我们的 证明人家就掌握的新的技术 掌握的这个新的潮流 你压根就不懂吗 这不就太明显了吗 是不是啊 那证明说中国跟西方的这个技术的沟通啊 你给获取的管道什么 千人计划 你现在跟不上了吗 人家说不用稀土啊 有什么技术不用稀土 你不知道 这不太明显了啊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啊 这种种迹象表明 美国啊 真的是不要中国了 哎呀不要觉得 哎呦 什么叫人矿啊 哎呀 人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那是几百年前的 老早老早的 人家没人矿吗 没管理过人矿吗 人家日不落帝国的时候 他们老早老早的 人家少吗 奴隶人家少吗 管理的全世界呢 几百年前的事了 哎还手里几个中国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包工头 龙明高 哎这个这个 所以就不知道情况啊 很多人呢 今天看到第一个新闻 就是什么 外贸啊 真的就是出大事了 哎 订单呢 没有生意给中国做了 就猛然发假 去年啊 什么什么富士康啊 什么封城三年 好了 细胞是什么都不管 他二十大没开完之前 没连任之前 啊 这个彻底清廉啊 彻底封城啊 就不动摇 所以好了 现在个现在搞 搞成这个鬼样 人家不给订单 你说 订单啊 仅仅有往年的 百分之二十 近日 外贸越冷 的现象啊 是愈演愈烈 国内外 这个外贸企业啊 普遍缺少订单 很多工厂订单量啊 只有往年的五分之一 曾经是异乡 篮球的上海港 宁波港 油斤啊 是堆满了 那个空箱子啊 上海滩的这个空的集装箱啊 甚至是 都遇到了太长 都放不下 那个没用 现在没有货了 啊 货车司机接不到单次 生意和生活陷入了低谷 中国出口集装箱 运价下跌了百分之九十 很多人在问啊 这个外贸是怎么了啊 这个为什么没有订单呢 多少年前就在说了啊 这个搬到越南去啊 搬搬到啊 这个这个印度去 怎么就不停 这么多年 没事 没事 你一步开中国 要跟中国勾兑 你中国凭什么 人家还跟你勾兑什么 我都不明白 中国现在最核心的啊 这个掌握最最牛逼的 有个人矿啊 全全的 哎 其实人矿说真的 人家 真正有钱的 有权有势的 人家还缺这个 是不是啊 就个细心想一下 全世界十几亿 六七十亿人 两百多个国家 他弄不到人矿 你开玩笑 大家知道我说什么啊 一个是低廉的劳动力啊 人家 以后 人家都 科技水平 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人家都机器人了 都自动化了 还搞你呢 是不是啊 再过个五年十年 什么人工AI 现在都会回答问题了 开玩笑 小林财经都要失业了 再过个几年 是吧 哎 你看那个还缺 你中国还有什么 人家要你什么呢 我都不明白 你细心想一下 人家还要你中国什么呢 还有什么值得 人家世界不要中国了 今天这个美国啊 再次输出 其实美国都相当明确了 人家怕得罪你中国吗 一点到头 你数一下 多少次制裁了 已经 天天就对着你制裁啊 你的气球来到 我就打你啊 怎么呢 我就把你打下来 打一个打两个 怎么 怎么啦 日本 你看 连日本都很明显了 日本韩国 到开放旅游 人家直接就检查你 连韩国都检查他 不要说日本了 就连韩国 边上靠着那朝朝鲜 那韩国 是不是啊 体量韩国比日本还小很多嘛 那都不怕得罪你中国 直接就把你 哎呀 还来了个什么无敌 是不是啊 还在那里捉 还在那里跳 跳来跳去 你直接就检查你中国 你中国能不开放吗 最后不就灰溜溜 不是就开放了吗 一样开放 看你没有什么事 人家也开放 是不是啊 你这个有人来消费 有人来 有老板过来投资 可以啊 是吧 Why not 是吧 就这么简单 美国商务部啊 今天这个再次针对二十几个中国的实体实施的这个出口限制 哎呀 怕你也都要你了点订单 那人家都不老早老早都实现财务自由了 那人家都考虑了后院那大铺鲁了 以为都把这要你了整定的 都搞定了 这个拜登政府啊 减轻其称来来自于中国日益上升的国家安全威胁啊 做的努力的一部分 美国商务工业和安全局将28家中国的公司和个人列入实体名单啊 这些公司代表了一系列潜在的国家风险 包括据一与一家伊朗电子公司的交易 你也都搞搞什么伊朗 又搞什么俄罗斯伊朗突然间 对吗 这个饭都吃不上 什么伊朗啊 朝鲜突然间能够出口无人机 你信不信 朝鲜饭都吃不上 突然间能出口无人机 对吗 伊朗能出口无人机 我的也是罪了 这不是 这个就是转口贸易吗 朝鲜伊朗在转口贸易 现在打理中国了 就打理中国了 此前涉嫌与德黑兰军队有联系 被美国制裁 反正制裁了一个又一个 现在就明明打你 那个怎么了 这个就制裁你 实体名单为了防止美国商品 被华盛顿认为对西方利益 潜在威胁实体使用 这个美国其实都是名牌 都是其实都是很明显 很直接的 这次被列入制裁的清单里面 有深圳华大基因 股份有间公司 还有云计算公司浪潮信息 所以浪潮信息 今天就一致跌停 一开盘封单超过15个亿 封得死死的 跌停板至今夺荒而逃 因为被美国制裁 就你能够出口 你中国这些技术 你比如这个手机 人家现在卡一个关键的零部件 不给芯片你 就是这些芯片 就给印度来生产 你这个订单 就不全到印度来去了 不会说非得让你做 然后订单都不让你做 你也没钱了 没钱你就没市场 中国之前为什么有市场 因为人家给订单 人家不给订单 你就没市场 你就没有吸引力 不要以为中国是固定 有一个市场 不是这样的 其实市场不要只看人口数量 我说日本那些城市 那就几万人 人家能养几个超市 几个亿 你中国这个一千多万人的城市 养几个亿 几千万人的城市 你就看一千万人的城市 养不活一个公交车公司 一公共一千多万年的城市 公交车都要倒闭的 所以我们看到 中国人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关键是财富 关键是人均消费力 你没有消费力 没有订单 就没有消费力 所以现在只要从 把中国从供应链体系里面 把它剔除出去 关键你没有关键 你目前你也没有订单 一致跌停 然后特斯拉 特斯拉气用稀土涌池的消息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了 相关公司股价随之下跌 我一看国内这个动作 他真是啥也不懂 啥也不知道 一个一个记者跑去问 上市公司北方稀土 证券部中国工作人员表示 特斯拉只是说下一代放弃稀土泳池 没有说什么东西可以替代 因为你不知道 以前你为什么知道 因为你有千人计划 证明中国的科技管道 已经被切断了 这次特斯拉的发布会议 发布出来 他看不懂 整个中国的科技界 从上到下 他看不懂 证明他已经被脱钩 随着这么多连陆陆续续被制台 他不知道 什么替代 用什么替代 不知道 因为他被制裁了 所以你就不知道了 现在最新的技术就来了 所以说中国现在偷不到了 之前偷东西 偷了半天 造了个未来 造了个小鹏 现在造不出来了 发现了 所以巴菲特就把比亚迪全 全部剪掉了 是不是 表上述人员又去问 另外一家上市公司 金利泳池 金利泳池就说 铁棚稀土泳池技术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 发明到现在四十多年 正处于大规模应用 四十多年来大规模应用 芳心为爱的发展阶段 我们的密切关注 我们的还是很有市场 自己给自己打鸡血 然后中信证券也是跳出来 稀土泳池 长期成长性 毋庸置疑 告诉你们韭菜中信证券 所以这些国内的券商 一个标点符号 就别信 这是忽悠 就告诉你们 你看这个稀土泳池 成长性毋庸置疑 大家放心买 坚定推荐中国稀土泳池 产烈战略配置价值 韭菜门 小伙伴们去买 买稀土泳池 人家都不用了 一分钱都不值 就就以前那个火柴一样的 现在就出出了那个 也就是一些烤 这个碗 用来碗 那是以外 那么谁用火柴呢 你你这东西都被排出出去了 是吧 集成电路嘛 集成电路 你看这个刘鹤又跳出来 现在刘鹤跳出来 这个一点响声都没有了 发 还是跳出来 还说什么呢 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我今天看到刘鹤出来 这样喊了一句 那就是没招了 中国一点招都没有了 这个芯片搞了 这个搞了十万亿 搞了这么多年 董明珠又说要搞 说五百个亿给国家献你 结果就泡量仔去了 这个董明珠 替他泡量仔去了 发挥新型举国举国优势 你看到现在都 你都发挥了十年了 你还没还没搞出来 现在再发挥 没招了 这个国家也就现在 现在就彻底 没搞头了 我看中国是没有一点点投资价值了 现在就看一看一看 重点内容你看第一个就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对啊 你重视你重视个斑田有个毛用 你细胞子讲话管用吗 你细胞子也很重视雄安啊 搞起来了吗 你细胞子很重视香港 香港搞起来了吗 你细胞子重视有卵用啊 你细胞子重视呢 那个清零不动摇怎么不清零啊 继续清零啊 所以现在中国听谁的 我都不明白 是吧 你人民日报也说这个坚持不动摇 你怎么现在就动摇呢 你继续清零嘛 集成电路是核心 谁不知道呢 我国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 再制裁两天 你这个产业链就没有了 像华为不就彻底完蛋了吗 现在华为在在哪啊 不知道 它就消失了啊 这个这个企业慢慢淡出了公众的视野 原来就不含意识啊 华为已经从世界上消失了啊 就就这样了 华为有什么产品不知道 华为手机也没人用了 现在走到大街上一看 可能就还有几个 是之前还假模假式 还还做一点 那么后来就没人看了 说都没人说 是不是啊 我国拥有庞大的消费 你这个消费市场很快就没有了 人家的订单不给你 什么不给你 你看你一季度订单 一点都没有了 你这个市场三两天三两天就没有了 那他人家就培养一个新的市场 以前也没有中国市场 那都有替代中国市场的 就这么简单嘛 是吧 所以说就是这样 中国市场芯片就完蛋了 一看就是完蛋了 是不是啊 还要尊重人才 你现在是你想要 但是人家不给你啊 就这么简单啊 要要是坚持国际合作 人家不跟你合作 怎么了 就是不跟你中国合作 因为你不值得合作 人家也瞧不起你 也不想跟你合作 不跟你合作也要一样 现在现在只在全世界发现 没有中国游客啊 以前啊 这个还很重视中国游客 现在发现了 没有中国游客啊 现在全世界都没有中国游客啊 人家一样活得好好的 几大金刚 纳斯达克 谷歌 Facebook 哪个公司有中国市场 都没有中国市场 这几大金刚 怎么怎么个个都活得好好的 是不是啊 你压中国 其实也就这么点东西 再到最近呢 其实我们可以结合 很多现象 你比如这个 什么拼多多啊 TikTok 一个二个 还有中国最出口的手机 就是这种质疑的声音呢 不单只没少 还多了 不单只没少 还多了 这都在质疑 再到这两天 是空穴来风啊 是空穴来风啊 你看那个 那些什么 新冠溯源 这两天为什么又重新又引起关注呢 很可能是美国也在憋大招 美国也在憋大招 美国手上捏了点东西 现在就基本到位了 差不多跟该跟你中国撕破脸 因为陆陆续续 这个脱钩也脱了好几年了吗 18年开始打中美贸易战了吗 搞得差不多了吗 是不是啊 人家也聪明的喊 人家就陆陆续续就在走了 所以不要不要小看西方 以为你中国还耍了西方 人家几百年前就全世界殖民的时候 你中国还没出生呢 因为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出生呢 你以为你要转个身 你耍了西方 西方没把你当回事 有的人小清新 太低估西方 这也是一种小清新 人家这些西方一样什么都有 一样的理论心很手辣 你看几百年前殖民的时候 人家不心很手辣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中国啊 在这样的大环境底下 以后是很惨的 很惨 一个经济也要崩溃了 排梯出整全球的供应链体系 最近不是也在说那个中医吗 要开始搞老中医 这这确确实也是一种准备 不搞了 以后就你想跟全世界闹翻嘛 这个中国也要跟西方闹翻 那到时候中国不看中医 确实没东西看 因为技术一卡 以后什么手术也做不了了 连着那个什么那些线 缝的线中国都没有 中国都要进口 做手术也做不了了 所以就是这样 像中国这到时候玩了玩毒死了 里面玩了 真的是除了看中医什么的 以后就是小病自我诊断 大病自我了断 就看中医啊 这都在准备看中医了 意识就以后除了可能就没有了嘛 不然为什么天天的准备看中医 除了细胞子喜欢以外 肯定是有点东西里面 他为什么这样想 他就知道了 以后就世界不要中国了 这是个大黑洞 以后中国就是个大黑洞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反正很恐怖 很恐怖 就对了 以后就 先说到这样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 订阅 欢迎订阅 拜拜